毁掉一个男孩往往都是从妈妈开始的 家里有儿子的 一定要赶紧改掉这三个坏习惯 你才有可能培养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第一个从说不能 改成多向孩子求助 把他当成一个男人来用 苦活累活 希望他去做 家里有啥事要多跟他商量 多让他做决定 你越早把他当男人 他就成长得越快 因为追求价值感是男人与生俱来的天性 他做成的事情越多就越强 人就会越自信 格局和能力也会很快超越同龄人 第二个从拼命纠错到强化表扬孩子 他老是一边写作业 一边玩游戏 你别每次都巴巴的说不要玩游戏了 你怎么那么容易开小差啊 怎么那么贪玩呢 于是呢 孩子接收到的信息就是玩游戏 开小差 贪玩 这些负面信息不断被强化之后 他就会觉得 反正我就是这样的人了 随便你怎么说吧 智慧的妈妈只会说一句话 宝贝 该专心写作业了 你是最棒的 点到极致的提醒 反而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同意吗 第三个最重要 用好了你的孩子 可以用童年治愈一生 用不好 则要用一生来治愈童年 一定要格外注意小心 那就是让孩子感觉到你爱他 爱他 不是给他买礼物 也不是各种表扬 而是全身心的接纳他的所有 包括他的缺点 在他做错事的时候 你要告诉他 宝贝 妈妈很爱你 只是不认可你这种行为 千万不要因为孩子的某种行为 就否定他的人品 让孩子感受到爸爸妈妈坚定的爱 他才会活得底气满满 智信满满